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美国FDA 也就是美国FDA的这个所谓的COVID-19的这个核准函 那当然大家这个看中文也可以 看英文也罢 结论 公司有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重大讯息的公告 那结论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分两个阶段 在于所谓的EUA就是紧急授权使用的一个国家这个有难的一个状况之下 很多深世纪的公司或是检测的公司 可以因为这个EUA的关系去得到一个所谓的这个 早点使用的意思 就是可以 notification就是说你可以这个报备 然后就可以销售给相关的一个例如说实验室 但是对实验室跟医院 没错这个郁青不愧是有这个 有做ABC的大股东 没有看一下 郁青有抽到啦 郁青有运气 好有抽到 不论广告是 好好好 他脸书上面自己有写 好好好 那当然抽到是运气 可是真正你能够有更深入的研究 这个随着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 我们连续三个礼拜四个礼拜都有持续的在跟大家追踪 这个所谓的6598瑞池生计的ABC 其实就是因为 希望大家透过深入的了解 你了解的越多 事实上你掌握的越多 你对于公司的市值的评论 我们上次有提到过 跟这个Biofire做Benchmark 或者是Denfield 丹纳赫集团 整个相关国际上面这些没有赚钱的 这个多元高通量检测公司 怎么样去做这个所谓市值的评估 那现在 现在很 那我当然也是恭喜 恭喜这个2002年 18年前 2002年在美国洛杉矶 2012年 8年前 8年前 8年前在洛杉矶的两位 我们台湾之光 两位这个 这个 这个董事长 两位博士 博士跟总经理 他们去洛杉矶成立了这个 所谓的瑞石生计 所以事实上 很多人说投资公司就是投资经营阶层 那买 买房 很多人买股票的钱 其实用的钱 比买房子跟买车还要多 然后从来都不研究股票 这个逻辑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你必须要从经营阶层到公司的技术 到公司的所有的一切 题材族群 从往现行 甚至是业绩 跟市值的预估 那结论 台湾基本上 我们来Benchmark 一件事情 C71的瑞基 瑞基海洋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还讲到瑞基海洋 老师你都越送越多就对了 没有啦 应该是这样 我是来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 比较 瑞基海洋呢 他拿到了台湾的 所谓的TFDA的一个认证 那我们来看 他认证是哪一天啊 应该是一百多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百出头 那好 他这个部分 他拿到的是 所谓的卫福部 卫福部就是台湾的卫福部 没错 跟这个6598的ABC 拿到美国FDA 等级上是不一样的 就是市场是 规模也不一样 是 所以很简单 瑞基固然 拿到台湾FDA 可以在台湾销售 可是台湾 毕竟不是重灾区 台湾基本上 已经解封了 可是相比于美国 就不一样 美国有两百万人确诊 所以瑞基的东西 在台湾 我们例如说 常常有人看到 我们去送给什么 布吉纳法所 送给他们瑞基的仪器 跟检测仪 做这个外交 做口罩外交也好 做仪器外交也好 这是很棒的事情 可是瑞基还没有办法 卖到 当然可以卖到 别的地方去 可是他没有办法 那么名正言顺的去 甚至我直接说 根本不会卖到美国去 因为这个世界 所有的游戏规则 是从FDA开始来订订的 就是美国的 是 所以瑞基是好公司 那当然这几年 随着拿到这个东西 他营收获利已经有人在估 像这个统插头雇 他估瑞基4171 明年可以赚12块钱 也有人估到30几块钱 那股价已经到400多块钱 那12到31块都有人估 这个部分已经到价了 可是老师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的ABC 我们的ABC 他拿到的是FDA 第二个是 他出的 这个像瑞士 他早期是做 现在也还是做动物 动物植物的检测 那我们的ABC 他出的是IDEXX 是美国最大的动植物检测的医院 跟这个所谓的实验室 那他出的是FDA 所以这件事情 基本上我只能说 恭喜我们这个所有的听众 我们有做研究 这个领先预告 的确是最先 全市场拿到 所谓的这个核准函 全市场第一个拿到 所谓FDA的Approve Approve就是你确定拿到了 从检测试剂 到仪器 到所有 所有的一整串 全部拿到 拿到代表他可以卖了 对 那基本上 卖了就有钱进来了 对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就好 这个 老师你人员很好 我跟大家讲 现在唯一能治COVID的药 是 是四个字 郁兴知道吗 瑞德西韦 好瑞德西韦 你很快的自己接 我很害怕你 我看到你眼神当中的恐惧 这四个字 对不起来 好 瑞德西韦呢 他在 现在接到的订单 是60亿美金 很吓人 那今天有一个新闻 就是把奎宁 跟这个抢奎宁 或者是日书 踢出这个 所谓的可用药的名单之列 就是一直有争议 那很简单 全世界所有的药 医材跟药材 所有的检测试剂 只有一个人说的算 就是FDA 所以瑞德西韦 是现在全世界 唯一敢用 尽管他只能用在 适用在重症病化 尽管他对 黑人跟亚洲人的 疗效不明显 所以这个药 也是有种族歧视 我们明天去抗议 对不对 瑞德西韦 我们只能抗议那个药 对 我们不能对 但是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东西 就是所谓的毒脉 所以拿到 Approve之后 基本上 其他的国家也不用认证了 TFDA也是会最快的速度 就像 我就举 台湾拿过药证的保龄好了 FDA拿到之后 TFDA很快就过了 因为这种东西 就是美国老大哥说的算 那我再举 韩国的快塞 快塞试剂上面 我顺便抱怨一下 事实上 台湾的快塞试剂 有一点点落后 原因是什么 就是韩国先做 这个所谓的快塞 他们在国家支持之下 最早拿到 这个国家认证 之后拿到欧洲 FDA还没拿到 FDA都还没拿到 就已经卖到全世界去了 所以保龄的台湾TFDA 被推荐之后 重新再送 事实上我要呼吁 整个所有的台湾 必须要加快脚步 因为必须要这样子 才能够吃全世界的市场 那我们来顺便加正一个 这个4117的普生好了 普度众生 这个老师也是 对研究在三十几块了 4117 4117 对 这个普度众生 今天也是涨了16% 一样 普生他虽然 还没有去拿FDA认证 可是他卖到欧洲 卖到印度 去整个新兴国家 所以我们来看 基本上 老师大概再花个五分钟了 那当然中间 中间还是希望大家 按赞跟分享 因为这个 虽然这个看的人数 有破万人 但是分享的人数 只有两个人 希望今天分享的人数 可以增加这样子 那好东西 两个人是你跟我吗 也不知道 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我自己如果也去分享 就三个人了 所以原则上 老师不会 不会这个表演魔术 或者是这个 像很多表演艺术者这样 说我们很多涨停板 不是这样表演涨停板 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说 这件事情 在股票市场上面赚钱 是很累的 是很辛苦的 所以你必须要 我们不然这样好不好 下次我们来鼓励同学 按赞多少了之后 我们再解谜一个产业 好啊 这样好不好 没问题 请大家按赞分享 那原则上就是 老师还是要跟大家说 希望大家可以多分享 必须要这个 扎扎实实的看报纸 看报告 那我们来看 我们就来看这篇好了 这个既然要讲到普生 我们今天还是 花一点时间来讲 你看这个6月15号 就是昨天 4177的普生 事实上 基本上你昨天一早 收到报告 你都还有 我看一下涨幅 昨天的涨幅是这个 昨天的涨幅 你昨天看 普生的涨幅 你按开这个 开就知道了 昨天收盘121 你报到今天174了 对 所以基本上 我们来查一下价好了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这个 今天涨16% 今天涨16% 那昨天也是涨了这个 两成多了 所以原来上 在这个吃人不读骨头的市场里面 其实资讯领先还是胜过一切 资讯领先还是胜过一切 那当然我们还是一样 这个 把这个 这个 我用我的好了 把我们的三个检测试剂 还是一样把它稍微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老师 是 你要跟我们解释那个检测试剂有哪几种 对不对 是 那ABC是哪一种 等一下会告诉我们吗 会的 会的 所以ABC基本上是普筛 普筛 是这种 我想这个图也是比较清楚 这个图好了 好 那ABC是所谓的PCR RTPCR 那这个部分就是要测四个小时 那虽然测四个小时 可是ABC因为它有这个一次的一个盘子 可以测94个人 所以其实你把四个小时 除以94分之一 或者是一百分之一 等于是这个四个小时是240分钟 你除以一百 等于是这个2.4分钟而已 比快筛15分钟 事实上还要快 所以这个东西适用于这个一开始 我们回过头来这个看 所以简单说 你们可以搭配这个生技网址的报告 也可以搭配老师今天跟大家做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补充 就是说你在像磐石剑下船之后 700个人你必须要漏液筛检 这个就是所谓的RTPCR 这个叫做全检 全检 全部都要筛检 对这个叫全检 那测的是猴翼或者是口水 或者是鼻腔的黏翼 那所谓的快筛 快筛就是所谓的这个快筛 跟抽血的测抗体 快筛就是这个 像这个抽血 抽血有测IGG跟IGM 这个存活的9跟短 这是属于第二次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图就是很简单 为什么全员还要抽血 所以第一个是抽 这个抽这个所谓的猴翼 或者是鼻腔黏翼 对抽血就是要打针 那测了IGG跟IGM 可以知道你感染的9 或者是感染的短 这所谓的后检 那感染的9跟短 可以抓出谁是凶手 例如说之前不是草说 是不是出海前在高雄就感染了 或者是去冲绳的时候 在冲绳的时候才感染 那时候我们误会了人家冲绳 那冲绳明明是零确诊 好 那这个就所谓的快筛 那当然快筛跟全检 现在的市场都还很大 那一样 这个 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 翔翔在睡觉 给大家休息一下 对对对 大家都在说这个 快下课有没有 浩浩快去休息 抱歉是浩浩 好好快去休息 真的是跟大家幽默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 原来上几个东西 直接跟大家讲结论 直接跟大家 如果你挑不出来 就请交给专家来帮你挑 因为不管是所谓的PCR 或者是全检 或者是抗原 或者是抗体 有普森 有瑞基 有ABC 有高端 有德壁基 有金万林 有德凯 有泰博 有亚诺法 那现阶段 我认为 普森跟ABC 还是我强调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部分还是一样 所以 回到最原始的最原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最原始的 还有 这个 余轻请说 没有 我以为你这一首歌 只要唱一分钟 没想到你唱了十分钟 没关系 还是这样子 好的餐厅 你会一吃再吃 因为既然大家是老同学 一定一直关注的ABC 没错没错 那与其我们这个新的东西 让大家进来 倒不如解释清楚 让大家知道说 到底现在该卖 还是要该流 到底要该卖 还是要该流 对啊 所以公布之后 到底是 明天开盘 出镜 还是 开始 获利的开始呢 应该这样说 对于我对他的市值的评估 我放在我们主流产业选股书上面 我讲得很清楚 那公开场合 其实像上礼拜直播也有讲 有讲一些些啦 对对对 要翻一下 好 那大家可以回复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上次我Benchmark几个公司啦 那当然 这个生机网址 这一篇报告也有Benchmark几个公司 那 这样子好了 我们 拿大棋出来扛好了 给别人 对对对对 这个部分一定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几个 国外的大公司 好 例如说我们的这个 4171的锐基 它的市值现在是5.4亿美金 对 6598的锐时 是3.5亿美金 对 我说了 同样的Biofire 它卖掉的时候是4.5亿美金 它做的是一个简体 一个通量 而还不是多元高通量 所以 这个东西 我没有说好与坏 ABC是出美国市场 锐基只能出台湾市场 所以市值上最少 应该要追到4171的锐基 合理的用市值 不要用股价 这样是盲目的 你不能说 老师 那我把市值出于 锐基海洋 300块 这个ABC也要300块 那我把市值出于 ABC的股本就好了 You are right 那这个完全正确 这个预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做的是 扎扎实实市值的评估 而不是用这个 所谓的这个比价法 这太瞎了 这太瞎了 股本不同啊 对 股本不一样 用这个比价法 根本不是一般专业的研究 你在做的事 像这个丹纳赫集团 还有这个锐基的大客户 IDEXX跟力珠集团 都是他的大客户 这个都是百亿市值 千亿市值 那当然Benchmark 哪一个就请大家 加入我们主流产业选股数 真正的瑞池 6598 要去Benchmark的是 丹纳赫集团之前 并购的那个 跟他一样做检测试剂的公司 会比较精准 是 这两个公司 都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 那一样 研究了两个月 还在研究 当然就是没有先跟完 只有了解不了解 你看5月22号 我们就已经有百万对账单了 那最近的对账单 我顺便再秀一下 例如说你看 如同新贵到现在弄四次 哇 同学厉害 这个我们就是 转四唱 有的人就是要转四唱 那当然有的卖掉了 我只能说 我送你离开 千里指歪 我们就要再买回来就好了 对 再买回来就好了 这个专家就是这样 所以不只要唱这个送你离开 重新再研究 重新再研究 那当然 雪片般飞来的这个 对账单 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ABC跟高卡迪的一个结尾 好 感谢大家 是 老师 那你这阵子在直播以来 其实你提到的很多热门的主流股票 就是这一档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 古灾的时候也大跌的心象 可是呢 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说 它连季线都没有破 漂亮 对不对 没错 那这种时候啊 我到底要不要看着季线 假设它真的跌破季线 我要不要停损呢 还是我们看对产业 是主流的产业 没错的话 我们就不要停损 是 到底答案是哪一个 答案其实很简单 答案是别闹了 你们根本学不会停损 怎么说 也就是说基本上 你们从源头管理 你们要找到 不需要停损的股票跟产业 有这么好的 例如说心象就是嘛 对不对 你需要找到 这个 获利好 抗跌的股票 而且不怕一时挫折的主流趋势 所以 你根本不需要停损 也根本 不需要 这个 学会停损 因为你根本学不会 那我跟大家说 人性绝不会 这就是人性啊 所以别闹了 其实 认真一点的 看待你过去 所有操作的一个迹象 每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说 我被迫长期投资 老师 这个 我长期持有 你根本不是长期持有 你是被迫的 长期持有 所以我们来看 心象在6月9号 有个最新的讯息 所以赢在追踪 胜在坚持 还是有陆陆续续 很多我们这个 产业冠军班的同学 hold着心象 哇 现在吗 从5月9号出 对 现在 出了新闻之后 5月的营收 6.82亿 年增74% 我们来看一下 在4月7号的时候 股灾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了 心象今年的获利 上看 45 好 所以一样 产业研究在前 股票不要两债 你的股票抱不住 捏不牢 是因为你没有信念 可是老师 是 是你说 我想请教一下 那这个产业 到底现在 这还是不是主流 OK 那一样 随着业绩来看 随着现行来看 这个产业当然是主流 为什么 因为 就算 有没有疫情的关系 明星三缺一的 晚的人数 或者是所谓 Cadual Game的一个 所谓的 Cadual Gaming的这个趋势 我问一下郁青 周仁生是不是被抓去关了 好久 应该是周仁生 周仁生 应该是这样说 是现在路边 差点得罪别人 对不起周先生 他可能早就出狱了 应该是说 现在路边 有没有赌博性电话 没有 可是赌博是 盘古开天辟地以来 人类最古老的行业 那赌博的需求消失了 并没有消失 跑到云端上去 所以顺藤摸瓜 你只要确定 赌博的产业 Cadual Gaming 这几个美国的公司 澳门的公司 他们的营收 都在创新高 星象从2018年 到16171819的 营收跟获利 基本上都一直在创新高 所以老师 他现在还是主流产业 当然 这个就是所谓的 好的产业 对的主流产业趋势 一时也许你买贵 但是你永远不会买错 但我好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有星象 我可以卖了星象 来买ABC吗 这当然不一样 产业不一样的想法 可以吗 可以吗 还是我必须要跟你借钱 才有办法 两个都买 我们做零股而已 原则上是这样子 这一段时间 新闻上来之后 你在这个 他今年如果能够赚45块 你应该要买在 例如说可能 大跌的时候 大跌的时候 你第一个 买到对的产业 不会跌 而且你有所本 你有所信念 你抱得住 这个是所谓的 不停损法 那当然 现阶段哪一个东西好 是这样子 大概老师建议就是 你精选三四个产业 三四个 对三四个产业 那里面挑几个 你喜欢的公司 然后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 一定要深入研究 第一个 你要知道 所谓的公司的 获利跟成长性 最好从公司的经营阶层 还有公司的法说 或研究报告 这些事情是基本功 这些事情 如果你不愿意做 我奉劝你就是认真的把工作做好 多赚一点钱 那赔掉不如花掉 不要进市场赔 我们这些 像我们这些 好像郁青这种专业的投资人 我都拿去花掉 对 郁青这种专业的投资人 这个股票一档一档在赚 这种 他们这么认真 他们这么的有讯息的领先 这个散户竟然会被坑杀 所以赚钱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这部分原则上 挑几个产业 那有把握的 有信念的 能够算得出来的 这个部分 那就一定要来讲 上个礼拜老师 直播的时候 有提到说 现在这个主流产业 没错 这个典范正在移转 是的 听说老师今天呢 也帮我们准备了另一首歌 没有 你是我的演 对 待我领略自己的变化 老师呢 这首歌又要带来了 一个新的产业 是 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手机双镜头的 没错 谢谢这个郁青 上一次跟大家说 这个 所谓均衡是地球的真理 也是你股票的道理 云端在大家解封之后 大家出门去 到户外看云气 那上次就跟郁青有聊到 对 出门开始要来买手机了 对 宅在家里买平板 这个 电脑 看这个宅经济 出门开始买手机了 我们来看一下 6 3406的郁青光 3406的郁青光 一样 也是在我们主流产业选股数 股灾之前就已经讲到的 2月就已经讲到 多镜头的主流产业趋势 所以你今天如果赶快订阅 你可以看 ABC也可以看 所谓的星象 也可以看郁青光 那当然 我们跟大家讲的是 真正主流产业趋势 第一个 多镜头的趋势 我想大家都知道 再往下延伸 有time of flight的一个技术的延伸 好 下面是time of flight time of flight就是 time of flight 就是 我该怎么翻译成中文呢 简单说的 叫做即时测距好了 好 即时 我有一个例子 蝙蝠其实它飞的时候 可能不需要眼睛 它用的是声波 对 OK 它解释力很差 对 所以声波打出去是打回来 所以我们常常看这个浅舰 浅舰烈杀 有没有 它是有一个听声波的 声纳的 所以这东西有几个 对 没错 time of flight 是类似这种声纳 或者是雷达的概念 所以它是用雷射光 打出去测距离 然后再回来做一个感应 这个用在所谓的 后镜头的3D的一个sensing 那当然 我们讲 先从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这个主流产业趋势 很简单 这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单镜头 变双镜头吗 对 会不会太简单了 对 这个很简单 但应该这样说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时间其实有点不够 我们来看一下浴金光 浴金光的法说 浴金光事实上提到过 厦门的厂 那我认为浴金光 一直以来 我就认为浴金光是今年转机 很大的一个公司 那昨天的法说会 五月的营收 年增率是46% 对 所以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产业趋势 所有发动的现行 所有主力追踪的 都是对的业绩 对的产业趋势 对的成长 所以所谓的冤有头 债有主 现在的主力 不管是国安基金 投信 外资 或者是市场上 真正的高手 他们背后所本的 都是对的趋势 所有的底气 你看起来表面上主力 好像很华丽 事实上他们都需要 真正主流产业公司的 营收和获利 当做背后的底气 所以像这个鸭子划水 表面上很优雅 事实上 所有主力都在 知知气气 兢兢业业的找 对的公司 对的获利 爆发性的公司 那今天如果时间来不及 我们解完新闻 下一次再跟大家说 所谓的双镜头 到三镜头 到四镜头 这个只是开始 我给大家看几个 现在的主流趋势 都已经是五镜头 我给大家看 最新的 这个都是老师 直接去市场上 这个一线 你说四镜头 四镜头 Note Lite 这个三镜头 对 那这个四镜头 方方的 三星的Galaxy A51 A71 然后还有这个 一样 这个三星的 然后 这个是LG的 一样是三镜头 这个五镜头 五镜头 对华为 华为Mate Mate 20 四镜头跟五镜头 所以这个趋势 当然可以 Cover一部分 但是只知其异 不知其异 所以啦 我认为 除了你觉得 大的主流趋势 可以保护你之外 你要去研究 真正的 这个所谓的 Share Game 例如说 为什么大力光没有涨 浴金光一直涨 订单的流失的状况 跟分配的状况 对 那这个部分 前镜头 后镜头 各拿到多少 那康达字 各拿到多少 这个部分 才有办法 去延伸到 我们要讲的浴金光 那今天 虽然时间不够 但是我想 一鸟在手 胜过十鸟在零 今天还是跟大家 追踪了 所谓的普生 追踪了ABC 追踪了星象 那当然 虽然 虽然这个 时间有点来不及 但是我认为 这个 其实也不算来不及 我觉得下次我们直播 干脆赶一个小时好了 我发现你也蛮厉害的 也不能这样子 老师为了 老师的股票很多 都讲不完 没有应该这样说 这个东西取决于 还是你脑袋的深度 像上次我们一次 点名了很多 事实上点名的股票 这张表已经有六档涨停 再加上浴金光 今天又两根 基本上已经八个涨停了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 主流产业趋势 只是说 大家怎么从中间 去拿捏 去挑选 那当然 最好的主流趋势 我保留在 我们的云端的一个 网络的数位订阅 跟这个实体课里面 但基本上 对于每一次 这个浴金都 尽量能挖 我们都一定 知无不掩 言无不尽 再来一档之类的 没有 明明我们今天就 预告说 要讲 资三十年的资产股 那我们带一下就好了 可以带一下这个南港 对我们来看一下 2101的南港 南港最近在这个 世界明珠 在打广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南港的一个股票 给大家看 事实上 价量分析的最基本 就是价根量 那我们简单问一下 郁青 15000张 这是13000张 那一档股票4万块 这样是几亿 你可以自己撑给我 每次都靠我 OK 基本上 1万多张 1万多张的 1000多张 总共 几张 1万5 1万5 好 其实 这个 1万5乘以4万 乘以4 基本上这都 10亿10亿的大量 在成交 所以 跟大家讲一个结论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世界明珠的广告 然后看一下这个现行 我想 多重底 没有错 老师 你今天赛上技术课是吗 因为时间来不及 我用 大家最容易理解的 OK 我想大家最容易理解 当然就是技术现行 那一样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地方 人最多的地方 就是最不容易赚钱的地方 但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一样 这多从底部成行 涨过去之后 压力就变支撑 每一次南港报大量 这一次还有投信 每次南港报大量 都是 起张点 大军位置 两草先行 所谓春江水暖压先知 刚刚预计已经帮大家算了 事实上是我算的 这10亿 这15000张 11000张 13000张的量 买给你看 在底部成行的时候买给你看 背后到底什么故事 为什么这些人 砸这么多钱 这个都骗不了人的 你说老师 这个有片线 有假突破 真拉回 真突破 假拉回 假趋势 真未来 真未来 假趋势 都没有错 可是真正的成交量 是骗不了人的 那当然 我们就留待 下回分解 好 下一次再来看看 资产股 为什么要涨 还有哪些资产股 值得期待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 投资清风转 请大家记得按赞 分享 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